放眼望去 高雄AI軟體園區漸漸成形 打造AI科技島 繼全球AI晶片龍頭 輝達和AMD之後 這家外商也加大力道投資台灣 請啟動 從五年前到現在 智慧城市和手作5G開放式架構平台 都是全球最大電腦網路設備商思科打造 他們在記者會上宣布啟動 台灣數位加速計畫3.0 目標朝永續 資安和AI驅動的方向邁進 不只術發部部長王葉南到場 副總統蕭美琪也來了 我願意感謝CISCO 今天請來參與 來參與CISCO TDA 3.0 台灣擁有強大的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 而近來世界的眼光也都因此在台灣 小美琪開啟中英雙聲道轉換 時不時和外商資深副總裁搖耳朵 搭起台灣和外商橋樑 思科也將和高雄市府簽合作備忘錄 打造AI永續資安基地 外商一個接著一個來 繼Google 微軟和亞馬遜雲端服務商 建立大型資料中心 AI晶片龍頭回答 把超級電腦中心蓋在高雄 蘇貞峰的AMD亞洲首座AI研發中心 也將落腳台灣 有很少的地方 在世界上我們有三回合投資 台灣是一個 給決方案 IoT等等 幫助高雄港建立一個安全 以及自動化的港口 相信台灣在AI的完整供應鏈 其實思科跟NVIDIA也有合作 看準AI產業從上游到下游供應鏈 都在台灣 全球大廠搶著進駐 準備瓜分這塊大筆 女生旋也有相互充安泰報道